現在的荃灣就好像在一個網絡上面 用了高速公路 大概的消費模式就是 從商場去到另一間商場 再去另一間商場 例如夏天降落大雨 或者是借任給開炭冷氣 我們喜歡走路 就見一下新聞 全灣的天橋網真的長得可以做運動 我們來實測 由近大窩口的紅貓酒店出發 經過時光隧道一樣的舊商場 原地鐵站去大會堂那邊 落地駁天橋去雨景新城 城市中心千飾店 最後來到全新天地異旗和絲絲 走了近5K 20個商場 足足一個小時才走完 荃灣區議會天橋網絡小組討論 未來會起多至少4條天橋 連接整個天橋網 還會動用1億升起西樓各花園 同天橋同一level 下面做文娛設施 變成一個環 自通假宅 變成一個船單居 好像沒那麼漂亮 其實也夠用 荃灣的天橋網製造了一個第二空間 市民活動和生活 基本上不用落地面 不過說到最好的第二空間 有建築師認為就在中環 因為在60年代 由私人發展商起的天橋 成功製造了很多被人停留和休息的地方 一個好的城市 是否應該 製造越多的社交融合 如果大家同意了 越多的社交融合 不同社交融合的 我只要搏天橋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搏到 所以要練到 IFC不是單單為了 在上面的金融合 那些銀行員 一個月賺幾十萬的人 當資本越來越大 怎樣給中間 吸收越多的公共空間 真正的公共空間 有人認為天橋令行人 沒有了街道生活 沒有了與社區的感情聯繫 但是有建築師就相信 天橋可以是有質素的城市空間 問題是政府有沒有因地制宜 以及保證這些地方開放給公眾使用 荃灣又可不可以是一個好的空中城市呢?